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今天开记者会 喊话柯文哲进办总干事黄珊珊要全责相扶 如果总统票数未达第二名以上 或是不分区立委没有达到八席以上 应该主动请辞不分区立委 这也被外界质疑白色力量是在选前起内候吗 对此谢立功再回应自己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最后关头需要下猛药选情才能起死回生 科办发言人则是呼吁党内上下要团结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20号一早大动作开记者会 隔空向进办总干事黄珊珊喊话 我们绝不乐见出现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落选 而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却保证当选的天下奇观 点名黄珊珊社会总干事要全责相扶 更定出两项KPI 谢立功跟加码要成立白色连线内部改革小组 扮演橡皮擦汗漂白水去除脏污 这话中有话要清干净的脏污难道同样是剑指荒山山吗 我应该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他来到我们民众党的时间是没有很长 对于一些党内的文化他不一定都很了解 关键时期必须说关键的话 希望他听得进去 谢立功强调关键时刻就要下萌药才能扭转选情 身为进办总队事就该有打赢选战的决心 如果做不到当然要负责 一番言论形同要黄珊珊立下军令状 关键的时刻不适合现在在敲边谷找战犯 应该是全党上下一条心赢得最终的胜利 对此黄珊珊大气回应不认为是内斗 尊重所有人意见也强调不会有人目标是第二名 KPI应该是第一名 选举剩下二十多天 全党全力送柯文哲进总统府 这张明明就到台北采访我等